中华队东奥竞速滑冰选手黄玉婷,只因贴了一张显示他与大陆选手有情的照片,就成为千夫所指。 他一开始还理直气壮的辩驳,后来还是道歉并且将照片下架。 有人缓和说黄玉婷只是欠缺政治敏感度,但还是招来馆长支流更多的批判漫漫。 甚至还有人看到黄玉婷输了比赛,居然幸灾乐祸的说,台湾人会很开心,冷血的否定国手在海外的拼搏努力。 这让我们很犹新,台湾现在已经进入一个不骂惠寺,非恨不可的时代。 就以两岸关系来说,在这种氛围下,你不能只是爱台湾,还要恨中国。 恨到不能跟大陆的人当朋友,不许说大陆的好话。 以前总说竞赛不妨爱交情,竞争只在场上,现在好像也不行了。 反共要反倒跟14亿人为比,私人不能交朋友。 台湾蓝绿的政治人物,对黄玉婷讲的话倒还都算合理。 但他在网络霸凌的气氛下,还是要道歉。 所以他不能与大陆选手有私交,不能有友谊。 中共不许人民有不表意的自由,台湾却居然不准人家交朋友,不准不说恨中国。 这种寒蝉效应多可怕。 除了体育竞赛外,其他领域也是如此。 肖敬腾这么受欢迎的歌手,歌词含着长江黄河也不行, 上节目表现中华民族如沐之情,一定是假的,被迫的是中国大陆没有不表意之自由的证据。 就像黄玉婷换穿服装是卖国一样。 为什么? 因为你不够恨。 两岸对峙,对立的情况不是今日开始。 但现在更糟,更奇怪的现象是,台湾的绿营,名嘴,作家,帮显网红,自己天天骂中国也就罢了。 而且还骂不太骂中国的人,因为不骂就是罪。 说来被挨,这不也是另一种没有不表意的自由吗? 之前,许多人还在说他们其实是反共不反中,政治与私人交情,社会交流可以分开处理。 然而现在却很明显的看出,这些号称只是反共反独裁的人,不只要反中, 还不许运动国手不反中国人,不准台湾歌手不反中华民族情怀。 那对于几十万两岸通婚的家庭,不就是要逼着他们全家里外不是人? 还记得不久之前,两岸的学术交流相当平凡,双方都对彼此互绑的学者,学生极为友善, 不仅建立了知识沟通桥梁,更建立了彼此深知的交情。 这其实是两岸和平最重要的基础,我们政治立场不相同,但却有超越政治的爱。 如今,不仅正式交流停滞,甚至在否定两岸人民之间的友情、时生之情、亲情、爱情。 这种非恨不可与不骂惠死的状态,当然不仅限于两岸,而是国内蓝绿对抗的延伸。 台湾的政治已经演变长蓝要骂蓝,绿要骂蓝,双方不是相互竞争批判,而是一副要消灭对方的仇恨。 然而,从宪政民主的角度来看,再也批评执政党、政府,天经地义。 但批评政府不等于也不需要咒骂亲律的老百姓。 亲律的人,当然也还是我们的亲缘朋友,只不过政治意见不同而已。 而台湾更诡异的不是人民骂政府,而是政府骂人民,甚至是支持政府的人公结,咒骂其他对政府不满的人。 政府执政党居然可以直接大骂民众与在野党,甚至用网军霸凌在野党以及所有批评者。 煽动仇恨。 任何人批评政府,他们就念经式地说那中国呢? 怎么不骂中共? 邦显网红从来不尽公民义务批判检讨监督政府,成天检讨人民与在野党。 而且检讨批判的内容就是,你不骂不恨中国。 一个充满恨意的岛,国家、群体,当然对彼此也用恨来对待。 要知道,批判、竞争,不等于骂,更不是恨。 有人说,奥运是竞技而不是格斗,别弄得这样难看。 承载丝严,但其实格斗也没那么难看。 中国的UFC格斗选手张伟利和美国号称暴徒玫瑰的罗斯基战, 在第一场也充满了美国反中的民族气氛。 可在二番战后,张伟利虽然输了,但两人互拥,事后张伟利表示赞赏罗斯。 这样的风度,不是我们从小在书上鼓励的运动家精神吗? 厂商互相挥拳,打得鼻青脸肿的格斗赛,输了都不用恨,其他体育又怎样。 鼓动仇恨的也许没有骂脏话,但是却是最标准的仇恨语言Fix Speech。 更低级的是,这种骂甚至也不是为了伤害中共政权,而是为了斗自己人。 试想,专制政体怕你骂吗? 网军斗骑台湾人,所到之处寸草不生,可是网军能让中共专制被撼动一丝一毫吗? 这恐怕比苏院长的扫帚还无虑呢。 这些网络霸凌甚至也伤不了那些武统派小粉红,真正受害的,被检讨的不都是台湾人,以及那些乐意与台湾人交流的犹太大陆人吗? 两岸可以竞争,对抗,但嘴炮无法改变对方,也不能保护台湾。 在两岸情势中,台湾最好的武器不是枪炮战机,更不是口水、仇恨与扫帚。 真正能够改善台湾处境,保护台湾安全的,是台湾人民与大陆人民的友善情感。 当我们可以放下政治起义,彼此与人的身份交往,这种对灵舍的爱,就是台湾最好的防卫。 国际体育竞赛,当然都有国族对抗的成分,但要把政治介入到这么深,太可怕了。 可以批判,可以竞争,但这种非恨不可的政治继续下去,年轻人的心也会被毒化的。 台湾最美丽的风景,还是人吗?